接下來我們把這個新版的那個測驗的部分把它帶進來 那您可以在網路上或者說您已經準備有資料了 照相也可以 您就直接搜尋 比如說我們找那個社會科的 好 找到一個 如果是PDF很單純都可以 那或者是那個 DOC的也可以 反正他只是看得到就好 好我這樣一點就下來對不對 好你先找到他 那因為這個題目本身呢 你必須要傳到您的雲端一碟上 所以您找到一個位置 比如說我在這裡 我有一個 好我先暫時放這邊好了 把它丟進來 好那 你丟進來之後 當然因為你要共享出來 這樣別人才看得到 所以我把這個 按右鍵 把它設共用 把它設共用 那老師如果您用的是那個 Google學校代管的那個信箱 共用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預設的共用只能在什麼 就是 有登錄狀態在使用 也就是在相同網域 有沒有 只有在這個網域裡面 有登錄的 才可以看得到 我們一般都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 學校代管有 所以你要改變一下 變得更多 這個時候 一般我們在 就是 那個 一般的帳號是只有這個 跟這個 三個選項 但是我們 有學校網域多了 這兩個 好 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樣也有個好處 就是 如果老師您本身 您不希望就是 您的教材 你若覺得這個版權問題 還是說 不方便 整體都要公開 這樣就有點 可以鎖在學校裡面這個網域 就比較不容易外洩出去 好 那所以我這邊把他用 知道連結的就好了 好 把他除村 OK 那這個時候有一個連結跑出來對不對 您可以直接把他複製起來 好 那我們現在來這邊試看看 我就從這裡 一樣 社會科的 我來 開始編輯 新增一個 單元 就是直接是測驗的 好 那你可以直接把網址貼進來 也可以直接從這邊 有沒有 從這邊直接去選 其實也可以 好 從這裡選 好 那如果您在這邊的時候 您剛剛登錄 是用學校的網域對不對 就是學校的信箱 那 不是用Google代管的那一個的話 您就是會有一個授權 會有一個Google代碼的授權 好 您可以從這邊 或者直接從這邊上傳 都可以 那正常來講 您剛剛上傳 應該不用找 第一個就是了 正常來說 如果馬上用的 那我點到之後 我就直接選舉 好 進來 有沒有發現 上面就有了 沒有轉成Google文件 沒關係 好 這個不是重點 好 重點來了 在這裡 你的選項 題目 要照他這個格式來 來製作 那如果老師 你怕 弄錯了 可以直接用複製的 好 直接 我就 第一個是這一種的 好 但是我還不知道答那個是什麼 我看一下 哇 花這個 前文很長 有題目嗎 沒有 我找錯了 不過沒關係 假設 假設它是的話 你就在這邊 這樣是第一題的 然後呢 第二題的 有沒有 這個題號2 然後中間都是用豆點隔開 再來 第三個 像這樣 您可以先預覽一下 有沒有 它會出現這樣子的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您就可以按儲存了 這個時候一樣 還是把它發布一下 好 我們就來學習 好 這個 點進來 好 開始測驗 有沒有 就進來了 所以其實它那個文件的那種 或者是照片 事實上就是可以墊底用而已 給您墊底用的 那麼 真正的回答 還是在我們的這邊 由這邊去回答 請問一下這個可以說問答題嗎 問答題 它就必須要一題一題 就照傳統的方式 對不對 它目前多題的 就是說 我一個測驗裡面 可以有像這種多題的 主要就是單選 主要是單選 那等一下老師 我再看一下問答的部分 比如說我像這樣 好了對不對 那你就按下面這裡有一個提交 這樣它就可以把結果送出去 好 就可以把結果送出去 那因為你剛剛有指定答案了 所以其實 在下面這邊它會告訴你 那如果說像老師剛剛提到的 如果您要的是問答題的話 那它就是 原本的功能就有 我們來看一下 只是它必須是一題一題的 這裡有一個問答 有一個問答 那就是您的單元名稱 那種題目是什麼 然後剩下的就是由它 送出來的老師來 決定說 它的那個 比如說分數啦 或者是答案正不正確 這樣子 這樣 老師你大概了解了嗎 OK 來給您試看看 所以您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您必須要上傳到您的雲端一點 然後如果您用的是 學校網域貸款 記得那個共用的那個設定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 常常很容易用這個 我自己有時候都不小心忘記 哇 奇怪怎麼看不到 原來是否沒有把它設為就是 那個一般使用的 就投給他們那個權限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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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